第四裁判都在阻挠,主裁大手一挥,直接杀死波兰队,北京时间,20号凌晨一点整,刚刚完毕的H组一场竞赛中,也是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的最后一场竞赛,赛内加尔屏障着裁判的一个争议手势,2比1先胜波兰队,赛后作为波兰的场上队长,克里霍维亚克没有像其他球员那样,同次为当职裁判握手, 也没有同对手赛魅加尔球员拥抱,间接返回更衣室,可见对于他来说,今天这竞赛到底多憋屈,谁能想到自己的无心一次回传,会因为裁判间接杀死竞赛悬念,事实上对于波兰队来说,他们对于本性世界杯,还是寄予很高的期望值,国际组联排名第八,对中步伐来万多夫斯基,杰林斯基,石秦斯尼, 格里克这样的优良球员,在相对较弱的H组,他们是出现呼声最高的一支,当然,对手赛内加尔也不弱,2002年,他们和国族一起进入世界杯,那年他们闯入八强,咱们倒数第二,时隔16年后,他们再次闯入世界杯,虽然世界排名只有27位, 但队里全是大牌,马内7000万欧,小凯塔3000万欧,盖伊2000万,库利巴利6000万,这都是欧洲五大联赛中豪强的队内核心球员,实力不容小觑,本场竞赛争议镜投出如今下半场58分钟,当时尼昂受伤倒地,波兰队面对0比1落后的场面,继续进攻, 这让赛内加尔球员十分愤慨,迪乌夫间接撞倒,了得亚克,谁知道这位后面埋下了隐患,受伤的是尼昂,在场下接受了两分钟的治疗后,就在竞赛进行到60分钟,尼昂失忆自己没事了,可以回到场上了,第四裁判做出了让他先等等的手势,因为这球间隔尼昂太近了,尼昂一脸的不服气,因为此时他作为一名杀手, 感觉到了进球的气息,主裁判此时发觉了已经叙事呆发的尼昂,大手一挥,尼昂就像得到了征兆一番,间接跑回场内,恰逢此时波兰队长克里霍维亚克一记不以为意的回传,你说有多巧,波兰后防线也没看到身边,忽然闪过一个黑影啊,结果尼昂面对出击的石秦斯尼,一个挑球过人,随后轻松推射空门到手, 把比分改写成2比0,虽然随后波兰扳回一球,但也于事无补,最终1比2落败,而从慢镜头和场边给出的画面来看,当时第四裁判举起右手已经是尼昂,还需要等待才能登场了, 主裁判似乎觉得那一刻尼昂其实不会对波兰的回传球形成威胁,选择让他入场,就是这么巧合,对于波兰队来说,今天真是被主裁判给坑得有点难受,难怪赛后波兰队长克里霍维亚克,间接无视四位裁判和对手间接离场,换谁都不好受, 而这件事也侧面佐证了VAR技术的重要性,主裁在一场吹罚中,总会出现一些失误,VAR可以对敏感球进行弥补,但这样的间接助攻赛魅加尔进球,还是第一次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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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